师父同修 祝我好 祝我吉祥 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刘教授的这个视频 不知道有没有声音呢 有声音吗 请问 没有 没有 是吧 能听到您的声音 听不到柳教授的声音 好 我再来重新分享 最常被导师诟病的就是论文 可以了 先生能听到 那么到底什么是逻辑呢 对讲 我们就来谈一谈逻辑的本质 以及如何才能够增强论文的逻辑性 首先 逻辑有三个要素 概念 判断和推理 在文章中 概念一般体现为名词 判断一般体现为包含动词的有判断功能的句子 判断可以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 而推理一般体现为一个语群或者一个段落 推理是由已知的判断推出新的判断的过程 是我们扩大认知范围的过程 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要生产新的知识 新的知识就包含新的判断和新的概念两种情况 我们论文的结论 往往要么是提出或者完善一个新的判断 要么是提出或者完善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判断要通过对已知判断进行推理来得出 而新的概念可以通过对已知的概念进行新的归纳或者分类来得出 但是一般一个新的概念往往也要包含一些新的判断 来对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定性 所以也需要推理 论文要有逻辑性 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 概念 概念一定要清晰 一方面我们要对论证和结论里出现的概念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我们要尽量确保我们所使用的概念 不会引起歧误导读者 偷换概念是一种最为常见的逻辑谬物 而概念不清就必然造成逻辑混乱 论文引言的一个主要功能之一 就是要把本文的关键概念定义清楚 论文要有逻辑性 第二个基本的要求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 判断 判断要尽量的精准 对于我们的判断要给出明确的范围和程度 尤其是结论中的判断 判断一般有三个特点 性质 范围和程度 我们在论文结论中的判断不仅要给出判断的正或反的性质 还要给出这个判断的范围和程度 使结论足够的严谨 而模糊判断 故弄玄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诡辩之术 不可用于学术论文 论文要有逻辑性的第三个基本要求 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三个要素 推理 论文的结论一定要经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论证 只有经过推理论证的判断才能够辞出结论 逻辑学就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学问 逻辑推理大致可以分为归纳和演绎两大类 其中演绎推理是必然性推理 演绎推理的结论是不可争议的 所以一般的演绎推理严格来说是知识的应用 它不创造新的知识 人类生产新的知识大多要依靠归纳推理 归纳就涉及到可能性的问题 科学的结论一般是通过实证性的归纳得出的 所以可以被证为 如果被证为了 就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概念 做出新的判断来升级先前的结论 所以论文的推理的主体 一般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演绎推理往往只是为主体的归纳来提供证据 一篇论文的结论的严谨性 从本质上来说 最主要的就在于归纳的强度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提高归纳的强度呢 首先我们要学习使用科学归纳法 科学归纳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若干个别实例中 发现普遍的英国规律 英国的逻辑学家穆勒 总结了运用科学实验探求事物 英国联系的五种方法 一般称之为穆勒武法 即求同法 求义法 并用法 共辩法 和圣语法 其中的求同法和求义法是最基本的两种方法 并用法 共辩法和圣语法 分别是求同和穷义 这两种方法的结合 隐身和补充 所谓的求同法就是通过从不同场合中找出相同因素 来推测英国联系 所谓求义法就是从两种场合之间的差异中找出英国联系 求义法大多数是以干预性的实验为依据的 比如对照组实验用的就是求义法 求义法的归纳强度一般要大于求同法 并用法是对求同和求义两法的并用 共辩法是指如果某变量发生变化时 另一个变量也同时发生变化 那么就可以推测这两种变量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 共辩法可以说是求义法的定量化的升级 剩余法是指在一组复杂的现象中 把已知的因果联系的现象减去 据此可以探求其他现象的原因 在运用科学归纳法时 我们还可以在归纳中运用统计工具 统计是不完全归纳常用的数学工具 很多统计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定量地估计归纳过程中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我们如果能够根据自己所用的归纳法或者统计方法的实际的归纳强度 对我们的结论给出恰当的不确定性或者可能性可以提高结论的严谨性 除了归纳的强度之外 我们还要尽可能地保证归纳时所使用的证据的有效性 很多证据可能来自于对于现有文献的演绎 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演绎的所有的前提是真实可靠的 有足够的文献支持 总结下 论文要有逻辑性 首先要求概念要清晰 其次要求判断要精准 最后在推理上 用于推出结论的归纳要符合科学归纳法 而用于得到证据的演绎是可靠的有效的 逻辑是一个大话题 今天先讲到这里 下讲我们会接着讨论提高论文逻辑的三个层次 谢谢大家 下讲再见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篇论文 那么接下来呢 要是有同学或者师傅愿意读的话 请你们打999 我先读一遍 如何写论文5分钟系列讲座35 如何让论文有逻辑 逻辑到底是什么 如何增强论文的逻辑性 大家好 欢迎来到W6的5分钟系列讲座 据说写论文最常被导师诟病 就是指责活或吵骂的 就是论文缺少逻辑性 那么到底什么是逻辑呢 这一讲我们就来谈一谈逻辑的本质 那么到底 以及如何才能够增强论文的逻辑性 首先逻辑有三个要素 概念 判断和推理 在文章中 概念一般体现为名词 判断一般体现为包含动词的 有判断功能的句子 判断可以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 而推理一般体现为一个话语群 或者一个断群 推理是由已知的判断 推出新的判断的过程 是我们扩大认知范围的过程 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要生产新知识 新的知识就包含新的判断和新的概念 两种情况 我们论文的结构往往要么是提出或者完善一个新的判断 要么是提出或者完善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判断要通过要对已知判断进行推理来得出 而新的概念可以通过对已知的概念进行新的归纳或者分类来得出 但是一般一个新的概念往往也要包含一些新的判断 来对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定性 所以也需要推理 论文要有逻辑性 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 概念 概念一定要清晰 另一方面 我们要对论题论证和结论里出现的概念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 我们要尽量确保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不会引起起习意 误导读者 偷换概念是一种最为常见的逻辑谬误 而概念不清就必然造成逻辑混乱 论文语言的一个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把本文的关键概念定义清楚 论文要有逻辑性 第二个基本的要求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 判断 判断要尽量的精准 对于我们的判断要给出明确的范围和程度 尤其是结论中的判断 判断一般有三个特点 性质 范围和程度 我们在论文结论中的判断 不仅要给出判断的正或反的性质 还要给出这个判断的范围和程度 使结论足够的严谨 而模糊判断 故弄玄虚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诡辩之术 不可以用于学术论文 论文要有逻辑性的第三个基本要求 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三个要素 推理 论文的结构一定要经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论证 只有经过推理论证的判断 才能够称之为结论 逻辑学就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询问 逻辑推理大致可以分为归纳和演绎两大类 其中演绎推理是必然性推理 演绎推理的结论是不可等一的 所以一般的演绎推理 演点来说是知识的异议 它不创造新的知识 人类生产新的知识 大多要依靠归纳推理 归纳就涉及到可能性的问题 科学的结论一般是通过实证性的归纳得出的 所以可以被证伪 如果被证伪了 就可以进一步往上概念 做出新的判断来升级先前的结论 所以论文的推理的主体 一般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演绎推理往往只是为主体的归纳 来为主体的归纳来提供证据 一篇论文的结构的严谨性 从本质上来说 最主要的就在于归纳的强度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提高归纳的强度呢 首先我们要学习使用科学归纳法 科学归纳法的目的 就是为了从若干个别事例中 发现普遍的因果归率 英国的逻辑学家莫勒 总结了运用科学实验 探求事物因果联系的五种方法 一般称之为穆勒无法 即求同法、求义法、并用法、共变法和圣语法 其中的求同法和求义法 是最基本的两种方法 并用法、共变法和圣语法 分别是求同和求义的 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引申和补充 所谓的求同法 就是通过从不同场合中 造出相同因素 来推测因果联系 所谓求义法 就是从两种场合之间的差异中 造出因果联系 求义法大多数是以干预性的实验为依据的 比如对照实验 用的就是求义法 求义法的归纳强度 一般要大于求同法 并用法是对求同和求义两法的并用 共变法是指如果某变量发生变化时 另一个变量也同时发生变化 那么就可以推测这两种变量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 共变法可以说是求义法的硬量化的升级 圣语法是指在一族复杂的现象中 把已知的因果联系的现象解去 据此可以探求其他现象的原因 在运用科学归纳法时 我们还可以在归纳中运用统计工具 统计是不完全归纳常用的数学工具 很多统计方法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 并定量的估计归纳过程中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自己所用的归纳法 或者说统计方法的实际的归纳程度 对我们的结论给出恰当的不确定性 或者可能性 可以提高结论的严谨性 除了归纳的强度之外 我们还要尽可能的保证归纳时 所使用的证据的有效性 很多证据可能来自于对于现有文献的演绎 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演绎的所有的前提 是真实可靠的 有足够的违线支持 总结一下 论文要有逻辑性 首先要求概念要清晰 其次要求判断要精准 最后在推理上 用于推出结论的归纳 要符合科学归纳法 而用于得到证据的演绎 是可靠的有效的 逻辑是一个大话题 今天先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比较卡是吧 是的 我这边网络一直不怎么好啊 不知道有哪位师傅或同修 过来就好了是吧 有没有哪位师傅或者同修要卖呢 要是没有的话 哦 郑医师傅 恭喜你们接麦 谢谢你师傅 来读一遍 是与所长和帕比多老师同在呢 刘教授真是高人 讲得全面深刻 还有简练 再次感受到什么叫聚聚时机 让一切众生也能早日成就如释的 甚至更超胜的 还是诸佛所有的功德能力 去光临有情 同愿同成见 来接着读送 如何写论文五分钟系列讲座 三十五 如何让论文有逻辑 逻辑到底是什么 如何增强论文的逻辑性 大家好 欢迎来到Dr. Liu的五分钟系列讲座 据说写论文最常被导师诟病的 就是论文缺少逻辑性 那么到底什么是逻辑呢 这一讲我们就来谈一谈 逻辑的本质 以及如何才能够增强论文的逻辑性 首先逻辑有三个要素 概念 判断和推理 在文章中概念一般体现为名词 判断一般体现为包含动词的 有判断功能的句子 判断可以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 而推理一般体现为一个语群 或者一个段落 推理是由已知的判断 推出新的判断的过程 是我们扩大认知范围的过程 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要生产新知识 新的知识就包含新的判断和新的概念 两种情况 我们论文的结论 往往要么是提出或者完善一个新的判断 要么是提出或者完善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判断要通过 要对已知判断进行推理来得出 而新的概念可以通过对已知的概念 进行新的归纳或者分类来得出 但是一般一个新的概念 往往也要包含一些新的判断 这对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定性 所以也需要推理 论文要有逻辑性 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概念 概念一定要清晰 一方面我们要对论题 论证和结论里出现的概念 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尽量确保我们所使用的概念 不会引起奇异 误导读者 偷换概念是一种最为常见的逻辑密误 而概念不清就必然造成逻辑混乱 论文语言的一个主要功能之一 就是要把本文的关键概念定义清楚 论文要有逻辑性 第二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 判断 判断要尽量的精准 对于我们的判断 要给出明确的范围和程度 尤其是结论中的判断 判断一般有三个特点 性质 范围和程度 我们在论文结论中的判断 不仅要给出判断的正 或者反的性质 还要给出这个判断的范围和程度 使结论足够的严谨 而模糊判断 故弄玄虚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诡辩之术 不可以用于学术论文 论文要有逻辑性的第三个要求 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三个要素 推理 论文的结论 一定要经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论证 只有经过推理论证的判断 才能够称之为结论 逻辑学就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学问 逻辑推理 大计可以分为 归纳和演绎两大类 其中演绎推理是必然性推理 演绎推理的结论是不可争议的 所以一般的演绎推理 严格来说是知识的意义 它不创造性的知识 人类生产性的知识 大多要依靠归纳推理 归纳就涉及到可能性的问题 科学的结论一般是通过实证性的归纳得出的 所以可以被证伪 如果被证伪了 就可以进一步完善概念 做出新的判断来升级先前的结论 所以论文的推理的主体 一般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演绎推理往往只是为主体的归纳来提供证据 一篇论文的结论的严谨性 从本质上来说 最主要的就在于归纳的强度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提高归纳的强度呢 首先我们要学习使用科学归纳法 科学归纳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若干个 从若干个别事例中发现普遍的英国规律 英国的逻辑学家穆勒总结了运用科学实验 探求事物因果联系的五种方法 一般称之为穆勒乌法 其中的求同法和求义法是最基本的两种方法 并用法 所谓的求同法就是通过从不同场合中找出相同因素 来推测英国联系 所谓求义法就是从两种场合之间的差异中 找出英国联系 求义法大多是以干预性的实验为依据的 比如对照实验 用的就是求义法 求义法的归纳强度 一般要大于求同法 并用法是对求同和求义两法的并用 供用供变法是指如果某变量发生变化时 另一个变量也同时发生变化 那么就可以推测 这两种变量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 供变法可以说是求义法的定量化的升级 剩余法是指在一组复杂的现象中 把已知的因果联系的现象减去 据此可以推求其他现象的原因 在运用科学归纳法时 我们还可以在归纳中运用统计工具 统计是不完全归纳常用的数据数学工具 很多统计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 定量地估计归纳过程中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自己所用的归纳法 或者说统计方法的实际的归纳强度 对我们的结论给出恰当的不确定性 或者可能性可以提高结论的严谨性 除了归纳的强度之外 我们还要尽可能地保证 归纳时所使用的证据的有效性 很多证据可能来源于 对于现有文献的演绎 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 演绎的所有的前提是真实可靠的 有足够的文献支持 总结一下 论文要有逻辑性 首先要求概念要清晰 其次要求判断要精准 最后在推理上 用于推出结论的归纳 要符合科学归纳法 而用于得到证据的演绎 是可靠的有效的 逻辑是一个大话题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义师傅 感恩准备的小真师傅 现在就到 小舅咖啡豆浇手打了这个酒 好吧 恭喜您接曼 好 真正义的主持人 义师傅 好 中贵的所长 还有同学们 带你都很好 我今天 哇 这两天效果都不太好 那我来读一下 第三十五 有逻辑 有逻辑 逻辑到底是什么 如何增强论文的逻辑性 据说写论文最常被导师诟病的就是论文缺少逻辑性 那么到底什么是逻辑呢 这一讲我们就来谈一谈逻辑的本质 以及如何才能够增强论文的逻辑性 首先逻辑有三个要素 概念推理 概念判断和推理 在文章中 概念一般体现为名词 判断一般体现为高含动词的有判断功能的句子 判断可以建立概念之间的离性 而推理一般体现为一个语群或者一个段落 推理是由已知的判断 推出新的判断的过程 是我们扩大认知范围的过程 我们写论文的时候又产生新的知识 新知识就包含新的判断和新的概念两种情况 我们论文的结论 往往要么是提出或者是完善一个新的判断 要么是提出或者完善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判断要通过对已知判断进行推理得出 而新的概念可以通过对已知的概念进行新的归纳或者分类来得出 但是一个新的概念往往也包含一些新的判断来对这个新的概念进行进行 所以也需要推理 所以呢论文要有逻辑性 论文逻辑性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概念 概念一定要清晰 一方面我们对论证和结论里出现的概念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量的确保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不会引起奇异误导读者 通话概念是一种最为常见的逻辑谬误 而概念不清就必然造成逻辑混乱 论文语言的一个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把本文的关键概念定义清楚 论文要有逻辑性的第二个基本的要求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判断 判断要尽量的精准 对于我们的判断要给出明确的范围和程度 尤其是结论中的判断 判断一般有三个特点 范围性质 性质范围和程度 我们在论文中的判断 不仅要给出判断的正或者反的性质 还要给这个判断的范围和程度 是结论足够的严谨 而模糊判断的故弄玄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诡辩之术 不可以用于结束论文 论文要有逻辑性的基本要求 就是逻辑三要素中的第三要素推理 论文的结论一般要经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论证 只有经过推理论证的判断 才能够称之为结论 逻辑学 这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学问 逻辑推理大致可以分为 归纳和演绎两大类 其中演绎推理是必然推理 演绎推理的结论是不可争议的 所以一般的演绎推理原则来说是知识 是知识的意义 它不创造新的知识 人类产生新的知识 大多要依靠归理 归纳就涉及到可能性的问题 科学的结论一般是通过实证性的归纳得出的 所以可以被证伪 如果被证伪了就可以进一步完善态念 做出新的判断 来升级心前的结论 所以论文的推理的主体 一般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演绎推理 往往只是为了主体的归纳而提供证据 一篇论文的结论的严谨性 严谨性从本质上来说 最主要的就是在归纳的强度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才能提高归纳的强度呢 首先我们要学习使用科学归纳法 科学归纳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若干个别事例中发现普遍的因果规律 英国的逻辑学家穆勒总结了运用科学试验 探求事物因果联系的五种方法 一般称之为穆勒法 穆勒武法 即求同法 求义法 并用法 共变法和圣语法 其中的求同法和求义法是最基本的两种方法 并用法和共变法和圣语法 分别是求同和求义这两种方法的结合 隐身和补充 所谓的求同法就是从不同场合中找出相同因素来推测英国联系 所谓求义法就是从两种场合之间的差异中找出英国联系 求义法大多是以干预性的试验为基据的 比如对照实验用的就是求义法 求义法的归纳强度一般要大于求同法 并用法就是对求同和求义两法的并用 共变法是指如果某变量发生变化时 另一个变量也同时发生变化 那么就可以推测这两种变量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 共变法可以说是求义法的必要化的升级 剩余法是指在一组复杂的现象中 把影子的因果联系的现象减去 因此可以探求其他现象的原因 在应用科学归纳法时 我们还可以在归纳中应用统计工具 统计是不完全归纳常用的数学工具 很多统计方法可以有效的复杂和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自己所用的归纳法 或者说统计方法的实际的归纳强度 所以我们的结论给出恰当的不确定性 或者可能性 可以提到结论的严谨性 除了归纳的强度之外 我们还要尽可能的保证归纳时 所使用的证据的有效性 很多证据可能来自于 对现有文献的演绎 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免疫的所有的前提 是真实可靠的 有足够的文献支持 总结一下论文要有逻辑性 首先要大念诸心 其次要判断准确 最后在推理上 用于推出结论的归纳 要符合科学归纳法 而用于得到证据的免疫是 可靠的有效的逻辑是个大话题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先放话了 恭请主持人 感恩尊贵的变身老师 感恩尊贵的所长 和各位尊贵师傅 同修我们的陪伴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非常感恩大家 因为我们都能够造日 写出亚俗工上的论文 能够让人颠簸不破的 能够符合西刊论文的要求 能够走向全世界 让这些众生能够通过这些论文 能够真正地学到原汁原味的佛法 能够共度活的知海 早日成就无上的佛道 好 谢谢大家 我就放卖咯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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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